月黑风高之夜 无辜男女相继被害 遮云庇雾之间 原来阿飘另有眼情 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 一宗曲折离奇的谜案 敬请收看走进女鬼桥 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小强 今天咱们来介绍一部台湾省的恐怖片《女鬼桥》 在台湾省东湖大学里流传着一个恐怖校园传说 传说在多年之前 有一位女生被学长抛弃 女生是越想越生气 最后在2月28号午夜零点时 头胡自杀 而从此之后 美风润年的2月28号午夜零点 原本桥上的13级台阶将会多出一截变成14节 此时千万不要数楼梯 更不要回头看 因为女鬼就在你的身后 哎呀 想见个鬼就这么复杂吗 活吞乌鸦眼它不方便吗 时间来到2020年的2月28号 记者不信邪来到东湖大学解密《女鬼桥》 在2016年 有5名同学在《女鬼桥》上玩试胆游戏时发生了意外 4人诡异死亡 一人离奇失踪 警方按照自杀结案 校方也试图封锁消息 所以说这里肯定有点猫腻 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吗 请关注下期走进《女鬼桥》 怎么这么像营香号呢 说了半天骂都没说 任何换媒转来到4年前2016年的2月28日 女主大耳环正在直播 今晚他们几个要搞一次《女鬼桥》试胆大会 看看到底谁的胆子最大 队长叫做孟伯 从这个名字我就不会参加 孟伯孟伯 含上几遍就会变成孟婆 多吓人 队员有钱人哥 大耳环 眼睛男 格子山 还有胆小姐 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 大耳环和钱人哥之间 曾有过一段美好的爱情 大耳环一心想要复合 可是钱人哥死活都不同意 最后大耳环还诅咒钱人哥 你给我死去 晚上在即将直播时 大耳环在桥上找到了一张灵符 但这么偏僻的地点 这么隐蔽的角落 要不是哪根筋搭错了 是为了把手伸到那个地方去 而且撕下灵符之后 他居然没告诉任何人 偷偷的把灵符放在了口袋里 灵符你都敢死吞 你这个胆也忒大了 你就是本届试胆大会的冠军了 来 奖励他一碗孟婆汤河 人后眼睛男被蒙住双眼开始招魂 其他人则在他的身后进行直播 到了半天 这试胆大会是的是人家眼睛男 你们几个就不参加嘛 那为骂叫大会呢 这里有个细节 没看懂情节的小伙伴 很有可能是这里出现了问题 屏幕最前方的是眼睛男 拿着手机的是大耳环 大耳环后面的是孟博 右侧的男生是前任哥 那么问题来了 最后面的这一男一女到底是谁呢 咱们先把它叫做X和Y 而这里并没有出现格子山和胆小姐的身影 这就说2016年的试胆大会 他们没有参加 这点呢很关键 一定要牢记啊 人后眼睛男被迫进行了招魂仪式 拿下眼罩后 他老人家便开始数楼梯 一节 两节 三节 此时其他人也都慌了 急忙上前阻拦 孙贼你别再俗了 再俗就该出事了 很快眼睛男就数到了第14节 一个类似晴天娃娃的物体从高处跌落 吓得梦博是欧蛙乱叫的 然后他们身后的椅子也开始疯狂的抖动起来 劈嘴啪啦 激了光狼 几个人齐双双的回头看向椅子 哎 这就对了 三大要素你们算是极其了 可以召唤女鬼了 2月28号午夜零点 数楼梯外加回头 你们是一个都不差呀 很快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不是说桥上不能回头吗 哇的一声四三奔逃 然后眼睛男又回到了女鬼桥 打算欣赏一下自己的杰作 你看看这鬼 多白净 你再看看这狐 还记得女鬼狐盼的夏宇盒吗 这时他收到了一条信息 椅子那招真不错啊 够吓人的 节目效果绝对满分 记得帮我收下相机啊 看到这条信息 眼睛男直接就懵了 椅子不是你弄的吗 我可没弄啊 很快眼睛男被女鬼带走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回到宿舍之后 前任哥和孟博在楼道里打情骂俏 大耳环则在角落处气的是八孔冒烟啊 跟你闺蜜这么多年 你居然和我抢男友 然后格子山在厕所里被女鬼溺死 被一桶水淹死的 你说是喝的速度快还是淹死的速度快 能不能在被淹死之前把水喝光了 好像没可能 中间必须喘气 看到眼睛男迟迟未回 前任哥和孟博又开始到处寻找眼睛男 可学校那么大不太好找啊 于是他们就来到了监控室 在这里前任哥讲述了另一个版本的 女鬼桥传说 传说在多年之前有一对情侣打算私奔 他们约定在女鬼桥集合 可是到了午夜零点男生都未出现 这时楼梯上出现一个人向他招手 可当女生走到第13节台阶时 却被五名壮汉给强暴了 结果壮汉还把女生溺死在了湖中 从此之后 每个润年的2月28号 墙上的13节台阶将会多出一节变成14节 此时千万不要回头 否则你将会被女鬼带走 讲完这个故事 他们在监视系中看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 同时 丹小姐和大尔环这边遇到了鬼打墙 三层楼他们走了十多分钟都没下到一楼 被迫无奈他们两个只能冲向天台 我跳楼总没问题吧 你不可能在空中也能跪打墙吧 可是人家女鬼好像不太同意 就算死也要死在我的手里 最后丹小姐被女鬼拖入水箱 水箱上还有两个字 有祥 这说明什么 这是个粪坑啊 有祥不就是有屎吗 而大尔环直接被女鬼推下了楼 可是她没死 只是受了点伤还能动 同时 前任哥和孟博这边也偶遇了女鬼 在慌忙逃跑间 他们又遇到了大尔环 注意大尔环此时没有伤 那走的劳快了 为什么她的摔伤会好得那么快 咱们结尾处再说 然后大尔环将其两人带到女鬼桥 大尔环瞬间变身掐死了孟博 看起来老恐怖了 很明显大尔环已经被女鬼控制 或者是附身了 杀死孟博之后 他恳求前任哥杀死自己 今天必须死五个人 杀了我你就能活 反之你就会死 一把转下去 前任哥拍死了大尔环 此时时间线再次回到2020年 记者不信邪发现 除了16年有五名同学死亡以外 在12年也有四名同学 在女鬼桥诡异死亡 2012年大尔环在玩试胆游戏时 离奇失踪 四名同学死亡 2016年大尔环又来到女鬼桥 开了个试胆大会 你这完全不符合常理啊 你知道这里有鬼 为什么还要再来一次 这是影片回忆 大尔环是2012年时 撕掉的灵符 解开了女鬼桥的封印 当天他就被女鬼附身 或者是控制了 威胁了 女鬼让他在下个日年的 2月28号再找五个人 来女鬼桥玩试胆游戏 作为交换条件呢 他可以活 但必须为女鬼效力 所以2012年 只有四名同学发生了意外 少了一个 这一个就是大尔环 2010年他要顾忌重施 把前任哥等人带到女鬼桥 最后他把生的机会 让给了前任哥 听起来很伟大对不对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这时记者不信鞋 在一张合影中 发现了前任哥的身影 哎 这个人很眼熟吗 他不就是我的摄影师吗 前任哥说 对 那个人就是我 其实活着并不好受 如果可以选择 我也愿意一死了之 别说那么多了 今天必须死五个人 眼看时间就到了 咱们开始吧 然后他打晕了不信鞋 又带上五名同学 来到女鬼桥数楼梯 当数到第14节时 前任哥露出了一个 诡异的微笑 看来这五名同学 是凶多吉少啊 影片的最后 前任哥又找到了不信鞋 他说 我需要你的帮助 打破这个轮回 我不想再这样活下去了 影片到此结束 咱们来捋一下 2012年 大尔环解开封印 为女鬼效力 2016年 他为了摆脱这个轮回 就把生的机会 让给了前任哥 2020年 前任哥借助着 电视台摄影师的身份 又给女鬼集齐了五名同学 自己呢 则逃过一劫 但是他也不想 永远的循环下去 所以他呢 就找到记者不信鞋帮忙 你这么能查 柯南附身对吧 查查如何才能摆脱 这种轮回呢 但怎样才能停止轮回 我估计啊 是要找到当初 强暴他的那五个人 才能停止这个轮回 可是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就算找到了 他们也是一堆白骨啊 所以我感觉 除了重新封印 没有太好的办法 除非你能把英书请来 下面是考验你的智商时间 其实格子山和胆小姐 大尔环是2012年的人 他们是2012年 玩的试胆游戏 所以2016年的试胆大会上 才没有出现 他们两个的身影 而眼镜男 孟博前任哥大尔环 是2016年玩的试胆游戏 但影片呢 没有介绍X和Y 这直接导致 大家把格子山和胆小姐 当成了2016年的人 所以看完本部影片的小伙伴 会对结尾的剧情 一脸的蒙圈 他们到底是几几年玩的游戏啊 其实影片是把两年的剧情 穿插到了一块 如果仔细看 你会发现 格子山和胆小姐 是完全独立的个体 他们除了大尔环以外 没接触过任何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是一条时间线上的人 无法互相接触 大尔环是2012年 被女鬼推下的楼 所以2016年 前任哥和孟博 遇到大尔环时 他的身上才没有伤 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年 那些伤早就好了 而影片呢 非要通过剪辑的手法 让你误认为 他们都是2016年的人 这种剪辑方式呢 我也是彻底服了啊 影片的最后 只给出了几张照片 让观众自己去分析 谁是2012年的 谁是2016年的 这种叙事方法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出来的 你们跟观众有仇吗 还是说接了脱发产品的广告 干嘛非要搞的这么复杂 对于咱们来说呢 看个热闹就完了 别去深究 深究都是bug 看完这部影片 我最少掉了一生的头发 哎 头发为什么用生呢 用生就不能算了吗 啊 你可以先算一下头发的密度 然后核算一下体积 得到重量之后 你再出以单根头发的重量 这样你就知道 我大概掉了多少根头发了 对吧 我都是跟影片学的啊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掉头发去吧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节目见 每天 Chase 轮轮 走 城